大家好 欢迎来到卖活健身大卖健身寿体大卖哥又来了 今天是2019年9月14日 现在是现场直播 我的操了 我的奶奶 这不对劲啊 不对不对了 Derek取得亚军 我的个操了 Derek他妈哭了 我的奶奶在流血呀 她怎么取得亚军了 本来觉得能得冠军呢 Derek完蛋了 完蛋了 她媳妇今天没那一炮了 完了Derek 太可惜了 利比亚大师的取得冠军了 在决赛的时候Derek表现还可以啊 所以你看见没有 在利比亚大师在预赛的时候 在预赛的时候 利比亚大师的表现相当好 Derek糊了 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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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决赛就没戏了 再表现好 没用了 没用了 Derek在预赛糊了 我中风了 我的个奶奶 212对 212决赛 咱们预测 本来预测 这个去年亚军Derek没有取得冠军 相当意外 我觉得有点意外 我觉得有点意外 212对 Derek心里不知道想什么呀 非得想给那金迷你一拳呀 肯定是 我在哪呢 利比亚大师的 取得了冠军 毕竟也是一位老将了啊 不过他在预赛当中表现确实不错 比Derek强 比Derek强 Derek没有取得这个冠军啊 相当遗憾啊 今天是爆出一个大冷门啊 本来预测Derek能取得冠军 没想到一直在预测他 看好他 结果取得了个亚军 还是一个亚军 相当相当意外啊 相当意外 哎呀 这你说好不好看 当然好看了 你说说 这就是健美比赛的魅力呀 对不对 我跟你说明天的古典 还有健体 还有传统健美决赛 都很有意思啊 咱们一定要关注 关注你大卖活 不是 卖二活 大卖健身瘦的直播啊 咖喱今年太大了 对啊 好了 不要忘记啊 没有关注的尽快关注啊 不要忘记分享关注和点赞啊 明天将会有 明天将会有咱们的古典健体的 决赛和决赛 还有传统健美的决赛 同时咱们的陈康也将会首次亮相奥林匹亚舞台 好 咱们这几个运动员都上场了啊 从左 从右到左 威廉伯纳克 迈克查尔斯 查尔斯 这个波斯郎库班 还有咱们的Rosa被叫到了台上 威廉伯纳波的背可以啊 其他的背 还有库班的背也可以 鼓掌 这是谁来的 还是杰克的那个吗 杰克大将啊 卢卡斯 咱们威廉伯纳克的背 和哈迪库班的背 可以说是很不错啊 特别是哈迪库班的这个背 宽大光滑细节明显 波斯郎好像杰卡特呀 健体是什么时候 健体是明天 明天一天完事啊 明天是早上当地时间早上十点钟 预赛晚上十点晚上七点钟 健体决赛啊 好咱们看一下正面这几个选手啊 正面正面弄完了刚才已经啊 好他们这一批选手下去之后 接下来再上来一批 对有点像杰卡特大冰箱嘛 好从右到左啊 右边那位是曾经击败过像菲尔西斯的运动员查尔斯 这回斯蒂夫也在台上啊 刀锋也在台上 咱们注意看一下刀锋 姆汉默的 斯蒂夫 腹肌糊了啊 正面看 我这么看腹肌糊了斯蒂夫 腹肌糊了啊 这个姆汉默的维度太小 不用说了啊 维度太小 他应该去打 这维度不行啊 轻量级 刀锋 这是在这几位选手当中的重点 刀锋的背部怎么有些让人担心啊 啊 好这位选手的背部 有点卡啊 不觉得那么各位刀锋背很强 对刀锋背很强 刀锋背后的两素也很粗大啊 刀锋背很强 斯蒂夫 按照杰卡特的这个之前接受采访 斯蒂夫今年说要有突破 但我看来悬了 这斯蒂夫太糊了 这斯蒂夫 水肿啊 你看都抹完油之后 走下台之后 这个线条 斯蒂夫明显的这是不如前面几位运动员啊 the one 麦克米兰 山道都在台上 Patrick Moore 好咱们看一下 Patrick Moore背部可以啊 线条很好 比那个陆山道还好 陆山道都没有Patrick Moore好 那看来陆山道今年可以悬了啊 Patrick Moore今天成绩应该还可以 证明 哎呦Patrick Moore可以啊 这是一员大将啊 你看这小妖兽的 Patrick Moore记住了吗 Patrick Moore啊 这位选手我觉得今天弄好了 能进前六 这位选手在谁的指导下 在这个著名健美传奇前两天去叫 Li Labra Li Labra的那个人啊 好 接下来的梯队 咱们的胡安布兰登嘎里 布兰登嘎里 麦克查尔斯 都在厂上 布兰登嘎里最大特点 布兰登嘎里腰很细啊 和罗里温克拉比 那肚子都 罗里温克拉在厂上吗 在厂上啊 这肚子都已经肿的不行了 处理的不好 罗里温克拉 看一下咱们的背部 我是裁判 你看看 咱们看一下罗里温克拉的后面 背部可以吧 可以说是麦克查尔斯 中间的是布兰登嘎里 布兰登嘎里可以啊 咱们的卷胡安 也使出了自己的吃奶的力气 但是 个人感觉嘎里应该第一 对 我也觉得嘎里应该第一啊 预测是嘎里第一 但是一会儿咱们看一下 最关键的FORST COAL OUT 看谁能排在中间 罗里我觉得悬了啊 今天取得冠军悬了 但是今年谁能 谁能 今年谁能啊 叫什么 人民冠军 今天是谁呢 威廉伯纳克 波斯朗 布兰登 布兰登嘎里 罗里温克拉 刀锋 还有咱们的 斯蒂夫都进入了FORST COAL OUT 看一下啊 谁没出现啊 布兰登嘎里 威廉伯纳克 刀锋 还有罗里温克拉 都像咱们想的一样出现了 咱们的 波斯朗 排在了最左边 不 左边应该还有一个人啊 应该是那谁 斯蒂夫 谁排在了正中呢 斯蒂夫和波斯朗可以说是根本没法比啊 你看这波斯朗的整个的这种啊 细节非常明显 大罗利 大罗利和波斯朗得换位啊 威廉伯纳克还可以 保持了自己相当的水准 大罗利温克拉肚子和斯蒂夫应该排在一个级别 刀锋 刀锋的实力比较稳定啊 刀锋的实力比较稳定 现在罗利温克拉 威廉伯纳克 这是波斯朗和斯蒂夫站在左边三位 好 现在是策展啊 哎呀 这罗利温克拉这油抹的是太黑了啊 太黑了阴影显不出来 你不能抹太黑啊 罗利温克拉呀 咱们的威廉 布兰登嘎里 布兰登嘎里的体型形态好啊 但是现在根据去年奥赛的这个经验 向雷灯并不是维度取胜啊 他是整体形态看着相当舒服取胜的 好 背部哎呀背部steel有点糊啊 库班可以 库班可以 还应该再shop一点就更好了 威廉伯纳克他的背部可以啊 威廉伯纳克背部很很细节很这个明显 布兰登嘎里刚才没有看到啊 应该也可以 接下来 咖瑞太强了 对没错 好 背部这个波斯郎可以啊 这是波斯郎的加分项 威廉伯纳克这个大罗利也是他的加分项啊 哎呦波斯郎可以啊 这布兰登嘎里看这个布兰登嘎里的手臂 波斯郎可以 波斯郎可以啊 这三角肌前中后肃三头肌辐测相当明显啊 这怎么着还不换位等啥呢 威廉伯纳克走的正中啊 不是布兰登嘎里现在被拽到了中间啊 他左边是咱们哈迪库班 右边是威廉伯纳克 个人感觉刀锋舒服 对刀锋看起来更舒服 但是今年可能 只能是第四名吧 毕竟前面还有三位啊 布兰登嘎里 哈迪库班 还有威廉伯纳克 这仨要争前三了啊 这仨要争前三了 咱们麦尔侯的观众们 现在是紧张的时刻呀 大罗利温克拉被叫到了威廉伯纳克的旁边了 已经看来前三应该没他了 可输嘎里 嘎里冠军 嘎里冠军 威廉伯纳克 有可能库班第二 威廉伯纳克第三 咱们这么一策吧 好吧 嘎里冠军 威廉伯纳克第二 咱们 不 波斯郎第二 威廉伯纳克第三 刀锋第四 哈迪赛子还是小的 那么一丢丢啊 我那个奶奶 哈迪又变成 又跑到这边去了啊 哈迪又被和威廉伯纳克换位了 那看来要取得第三呀 哈迪 保二争一 对 威廉伯纳克现在是保二争一 他的实力相当强啊 就看 这回和教练尼尔黑搞了搞崩了之后 他现在看 40万到手之后 谁都不用分呀 啊 同情分 关键是同情分 他前面有三位抢手啊 这现场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再同情 我觉得人民冠军可能给他啊 很有可能 你看着吧 人民冠军是咱们刀锋 人民冠军是刀锋 好 接下来是咱们的背部再展示一次啊 刀锋可以啊 波斯郎可以 布兰登嘎里可以 威廉伯纳克 二头时代的优势啊 威廉伯和哈迪 我的奶奶啊 又给换回来了 威廉伯和哈迪又给换回来了 这最边上是谁啊 这Steve 这Steve怎么跑哪儿去了 哎呦 这回子万都没叫上来 波纳克背痕猛 确实 Steve 按说不应该在第一梯队啊 我觉得 刀锋 刀锋今年 他心里应该很清楚 刀锋今年 他夺不了冠军 对不对 但是人民冠军应该给他 这波斯郎就刚才说啊 波斯郎这颜色画得很好啊 画的浅 阴影能显出来 画的深 阴影就显不出来了 你看是不是 光线都差不多吗 波斯郎明显要浅一号 你看看 布兰登嘎里 按说这种姿势 他这个 是他的强项 说实话 他的经典姿势啊 自由动作吧 这是 好 大家展示一个自己最喜欢的 大萝里温克拉的标志姿势 布兰登嘎里 这姿势说实话 显出手臂有点细啊 哇 这波斯扣奥的相当精彩啊 没有菲尔西斯 那也可以 很精彩 菲尔西斯你在看吗 啊 你是在看咱们的卖要活的直播吗 表情很认真呀 那当然了 刀锋表情很认真呀 这这回他是憋着冠军去的呢 这你说说 这50岁 这真要比起赛了 那可较真啊 争啊 好 2nd call out 2nd call out 那前6已经定局了 接下来是 是在看 2nd call out The one 麦克米兰 路克山道 从右往左啊 麦克 A.K.William 哎 麦克查尔斯吧 这 A.K.William 然后是咱们捷克大将 Lukas 最后一次比赛了啊 最后一次比赛啊 刀锋啊 还说不一定啊 没准51岁 明年还参加呢 但是慢慢慢慢成绩就 好 2nd call out 这是 威廉 麦克米兰 路克山道啊 这里关注一下 路克山道和咱们的 The one 陈康在明天 陈康的比赛在明天啊 陈康的prejudge 明天当地时间 上午10点钟 下午7点钟到10点钟 是 决赛了就 我觉得在 2nd call out 路克山道应该赢了啊 你看Rosa 都没有在第二梯队 看到了吗 咱们大教练 尼尔黑尔的弟子 Rosa 没有在第二梯队啊 好 咱们看一下 路克山道的 他的背部 胜出了 我觉得 在这几位选手当中 胜出了 The one的背部也可以啊 而咱们的 来自捷克的大将 路克斯 他的肌肉形态啊 说实话 他有点 有点 有点 loose 有点 松 陈康取得前五 我觉得 有戏啊 咱们有些观众表示 很多观众表示说 第一次上奥赛 成绩可能不会很好 但是主要看实力吧 你看哈迪库班 第一次上奥赛 前三可以锁定了吧 对不对 本伟德会不会直播大漫 就关键本伟德 本伟德他有直播才行啊 对吧 你想本伟德有直播 本伟德是自然职业赛也很重要 吴龙 翟姆赢 还有咱们说的谁 大人吃都要参加 对 还有韩国选手啊 他是本伟德拿卡赛啊 the one可以啊 the one第二梯队里 应该和路克山道 争个 争个七 争个争个 争个争个 争个亨莫 Rosa 大高个 胡安 麦克查尔斯 这位选手和 莫哈姆德 莫哈姆德 维度太小啊 在这个梯队当中 我觉得 Patrick 莫 我觉得能赢啊 Patrick 莫 看看 Patrick 莫 你看 看见没有 Patrick 莫 走到了中间 Patrick 莫 腰部相当细啊 处理的非常好 虽然肌肉维度 可能跟其他比 可能不是很猛 但是他有点像去年的 肖恩雷登 Patrick 莫啊 很喜欢你的嗓音 你很幽默 谢谢啊 咱们GRI 祝你加油 Patrick 莫 今年成为 传统级维上的一颗人人 升起的新星 整体肌肉 硬朗 而且年轻 你看Patrick 莫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姿势 Patrick 莫 可以啊 这位运动员 在上几期咱们的 麦尔活的节目 大麦健身兽 都已经做了剑上了 人也挺好 而且Patrick 莫比例很好 比例相当好 整体给人感觉特别舒服 而其他几位选手呢 就是肿糊 就这种感觉 肉 肉肿糊 这种感觉 刘大大 很喜欢你的嗓音 低沉而性感 我的个甜 谢谢你刘大大 好 接下来是咱们的背部展示 背部拍这个墨 我觉得赢了 重灾细节 唯独次样 你看Patrick 莫 我不知道这抹的油 是不是都是同一个人抹的呀 怎么拍这个墨显那么亮呢 对不对 其他人都没法比 而最右边这位黑色运动员 他的肌肉比例有问题啊 特别是背部肌肉 太过靠上 太短 背部肌肉 Patrick 莫第三梯队赢了 有可能Patrick 莫 还能跑到第二梯队啊 没准被叫到第二梯队 这Patrick 莫的腰部腹部 让我想起了去年的 肖恩雷登和菲尔西斯 咱们觉得呢 刘大大 我爱你卖个格 谢谢你刘大大啊 咱们今天是卖活健身的直播啊 大麦健身兽 大麦哥 首次在人生当中 第一次直播 也是全球首个 这个有中文解说的 咱们的奥赛直播啊 对 大一吃我觉得实力不凡啊 前五应该问题不大啊 前五里还有应该是 乌龙宅母营 应该也问题不大啊 前五前六吧 对吧 前六 好 接下来咱们 怎么回事 我那个奶奶 怎么把刀锋叫到这了 对啊 接下来咱们看什么了 史蒂文 O Lucas 刀锋和A.K. Williams 怎么他们叫 叫在一块了 教练在最后看看啊 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要把某人要从第一梯队队到第二梯队 现在看 Steve是第一梯队的啊 刀锋也是第一梯队的 Steve是第一梯队的 刀锋也是第一梯队的 剩下这两位都是第二梯队 Steve这明显的这个状态不行啊 对吧 Steve你不能这样啊 状态不行 你不能因为什么 谁什么 对吧 大麦哥有状态照吗 想看 因为大麦低沉的性感 嗓音很吸引我 哎 我那个奶奶 我那个天哪 谢谢你 黄 黄什么 Horrod 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的赞美啊 如果刀锋叫到这个这个 把刀锋叫出来 我觉得他心里肯定不高兴啊 对不对 心里肯定也不不紧 你干嘛把我叫出来啊 对不对 跟他们站在一起 那这局明显刀锋赢了 感谢你啊 咱们马来西亚的粉丝 Joshua Eng啊 感谢 台湾爱你啊 台湾爱你 林正德啊 爱你台湾 大麦哥的帅脸 大麦哥不是有帅脸吗 已经啊 大麦哥准备啥时候露脸了 这为何你说说 吓死本宫啊 这个环节的目的是为何呢 嗯 这个刀锋的腿部 这回表现好像不是很好啊 好 你自由造型啊 暴风展起了自由的造型 Steve不行啊 Steve不行 有点糊 我并不看好Steve 威廉跑第一梯队 威廉伯纳克 哈迪库班被叫上台啊 咱们的罗里温克拉 还有咱们的布兰登咖喱被叫上台了 咱们主要关注一下哈迪啊 威廉伯纳克和布兰登咖喱将会争夺冠亚 预赛一般非常重要啊 预赛的名次就决定着决赛的名次 决赛就是个走过场 大家知道吧 决赛一般就是走过场啊 这个姿势是咱布兰登啊 咱们的威廉伯纳克相当标准 非常完美 这是他的加分项 哎呀咱们哈迪库班相比起来啊 能进入前三首次进入奥赛 能够进入前四前三就已经很了不得了啊 刀锋站在下边肯定相当不爽啊 布兰登相信是今年的奥赛冠军啊 威廉伯纳克这个姿势也可以啊 哈迪库班不知道怎么搞的 不使劲做呀 为什么累了啊 背部 哎呦这布兰登咖喱和刀锋啊 和那个波斯郎有一拼啊 布兰登咖喱和波斯郎的这个姿势 相当亮眼 背部两条大厚素 相当可以 哎呀这谁这四十万分分钟就到手了 谁能取得这四十万能支票呢啊 这个姿势 布兰登咖喱可以 这个刀锋 这个波斯郎有点力不从心啊 想啥呢 大麦哥刚开始看节目体中 希望自己努力 加油你也努力加油啊 大门版 对 确实有点像大门版 好自由造型啊 陈康还没有比啊 陈康的古典是明天的预赛和决赛都在明天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深夜和明天的中午这个时候 这么一比啊 咱们哈迪库班的还有些差距啊 在做造型上还不如布兰登 咖喱和威廉伯大克那样老练 这是现场 first co-op 咱们看啊 first co-op 你觉得谁更厉害呢 刀锋 库班 布兰登 伽里 威廉伯大克 大洛丽 Steve不用说了啊 刀锋的细节也非常明显啊 但是这次被叫到了第二梯队 也就是前四之外啊 布兰登 伽里 状态可以 我觉得布兰登 伽里和哈迪库班的状态都可以 但是两个人在体型上呢 有一定的区别 不太一样 但是状态两个人都差不多 都相当好 而威廉伯大克在 腿部吧 对不对 在腿部和背部好像略微欠缺了一些 威廉伯大克 好 接下来是什么呀 是212吗 快看一下 再来 212 5 3 2 2 5 5 6 5 6 6 6 7 感谢观看